自从歼20灭世之后 世界上一大片国家 纷纷嚷着要研制自己的五代机 什么日本的新神 印度的MCA 韩国的KFX 土耳其的TFX 可是如今歼20已经批量服役 这些国家的五代机 不是悄悄下马 就是偷偷降级 不过在世界现有的几种五代机中 歼20究竟能够排到第几名呢 当今世界能称得上是五代机的 只有F22 F35 歼20 歼31和俄罗斯的苏57 F22是最早出现的五代机 牌子大 名头响 是业界的标杆 不过 正是由于它出现的太早了 没赶上 电子技术发展最快的这波 导致其智能化程度偏低 而更致命的是 由于当初美国的假想敌是苏联 F22的经典作战样式 是从欧洲基地起飞 拦截苏联的战机 导致它的航程太短 像条短腿的小科机一样 难以跨越浩瀚的太平洋 而F35 正是针对F22的缺点研制的 F35智能化程度 可谓当今世界第一 航程也比F22有所提高 不过由于同时研制了三种型号 受垂直起降型的拖累 导致F35在隐身性 机动性 这些硬质标上赶不上F22 歼20绝对是咱们中国人的No.1 它的身上到处都是东方的智慧 但是受限于发动机不给力 歼20许多性能都受到了限制 未来如果给它换上一颗澎湃的心脏 爬到世界排名第一位也未必不可能 而俄罗斯457 它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一样 机动性空前绝后 漂亮的动作让人眼花鸟乱 但是奈何世界已经进入了火药时代 大刀片耍得再好 都是对别人一枪结果的那样 至于GN31就懒得多说了 他先打赢三代机里最泰的米格29 再看吧